订阅本频道的朋友,2018年裁员滚滚大吉大利,什么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朋友,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,和一个性格开朗大方的人在一起久了,自己也会变得很外向,和一个人性格内向的人在一起,一段时间自己也会变得高冷,运势同样如此,和一个经常走好运的人在一起,自己运势,你会变得越来越强。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,运势最旺的三个生肖,专给周围的人带去好运,第一名生肖龙,属龙的人,我们都知道很不一般,在事业上,也是蒸蒸日上,有奋斗拼搏的精神,在职场上,他们会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,或者同事和上级领导的认可,成为领导,属龙的人运势是非常不错的,他们不仅自己运气好, 还会把好运带给公司的同事,影响周围的朋友,以及自己的家人亲戚,和他们在一起了,你就发现自己的运势也越来越强。 第二名,生肖马,属马的人从小认识就特别好,能够逢凶化吉,无论是工作还是感情或者是学业,都能够马到成功,如鱼得水。 你们会发现属马的人是身边最大的福星,他们非常懂得回报,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,在自己发达的同时,你不会放弃别人,使得他们的车。 我的朋友和他们一起,发家致富。 第三名,生肖狗,属狗的人,有着不服输的精神,喜欢冒险的他们,有着拼搏精神,使得他们有很多赚钱的机会,从而导致他们早早的就发了家。 属狗的人是非常懂得报答恩人的,他们不会忘记自己在困难时候帮助过自己的人,有赚钱的机会,也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拉他们一把,带着自己的好朋友一起走向人生巅峰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如果你身边有这三个属相的生肖,就赶快去和他们交朋友吧,一起走好运。 欢迎大家通过留言的方式参与互动,转发分享,视频结束感谢观看。